看见金沙的零零后男友还戴着前任送的项链 才明白这对姐弟恋究竟有多不靠谱 就我初恋送了我个项链 我偶尔心里会戴着 我挺受伤的 这件事情发生过我就解释掉了 我们不要听解释 你跟莎莎解释情 莎莎都哭成这样了 所以我不知道 近日金沙写小19岁的男友孙承潇亮相综艺 只是年龄差距太大的两人坐在一起 与其说是情侣倒不如说是母子 是结婚为目的谈爱 又不是耍流氓 面对镜头金沙一脸宠密地夸赞着小男友温柔 明显可以看出她是沉浸在爱情里 可她的男友却全成神友 连最后那一笑似乎都是努力挤出来的 而其他嘉宾自然看出男方不靠谱 所以在金沙说出两人第一次见面男方的反应时 何尤军立马调侃反问 网友纷纷评价她像急了一个打假 只是金沙明显沉浸在幸福中 结果又说起孙承潇为追求她做了一百多道菜 这下不仅何尤军忍不了 王彦凌也下场质疑真实性 两人直接化身人形计算器开始打假 在节目中别的男嘉宾提起欺负通常都会兴致勃勃地说的没完 反观孙承潇却一直沉默不语 甚至在谈论相识经历时也是寥寥几句待会儿 只有金沙一直兴奋讲述二人的甜蜜 一开始也是在杭州 杭州然后顺势表了个白 然后 今天过来做饭 对 因为她做饭都是拿那个短视频学的 学得很快 金沙的字数就够让网友们吃瓜了 更别提她的男友在节目里的种种表现 在参加节目时她还将初恋送的项链戴在身边 金沙发现后直言自己很受伤 就我初恋 送了我个项链 我偶尔心里会戴着 我挺受伤的 这件事情发生过我就解释掉了 我们不要听解释 你跟莎莎解释 莎莎都哭成这样了 对我不知道 明明已经进入下一段感情 却还要做出如此伤害现任的行为 只能说在姐弟恋中 找到一个靠谱的男方才是最重要点